編曲 VS 為止 大家好 感謝大家參加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個Session 而且經過30分鐘的下午茶 要是好不好就已經閃了 而且我剛才有聽到說 我吃完下午茶就要回去了 所以說等一下會有人 好那這個是今天題目是 From Java Stream to Java Data Frame 那我是今天的講者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盧晨恩 然後在網路上 我習慣用Pop Conny 或者有人叫我Pop 那目前是在TenMax 是一間廣告公司 担任小工頭 然後之前的經歷 就是之前有在聯發科技 那其實我在大學研究所的時候 是寫Java 那時候面試的時候說 我們裡面也要寫Java 結果後來就全部在寫C 後來就跑去SmartCube 這個是跟我學長一起開的一間公司 那時候就是iPad很紅 所以說也寫了iOS 也寫了後來寫了Android 直到後來到ColorFly 才開始寫Java 再回來寫Java 後來就是在TenMax 就是我們後來做了 另外在拉出一間公司在做廣告技術相關 就是RTP相關的一些技術開發 所以TenMax跟ColorFly 事實上都是同一母公司 就是放P 也是這一次Conference的一個贊助者 那我自己個人的研究興趣是Big Data 或Machine Learning 那當然也有包含Java 那在工作的 就是之餘 也有就是把我們公司 可能會用到一些東西 把它拉出來變成Open Source 像是這個AzureKit 是因為我們是用Azure 然後用了很多 比如說我們要跟 後面的BropStory 就是類似Amazon的S3 所以說有開發一些Open Source去跟它互動 還有SecureKit 因為我們用Cassandra 所以說也寫了一個Open Source 可以在CommunerLine去做一些query 因為Cassandra事實上是 不太方便去做一些query 所以說是做一些包裝 還有今天的主題是Puppy 所以今天主要是在介紹 我開發的一個就是Library Puppy 那下面的Facebook可以聯絡到我 那今天的Outline就是先跟大家講一下說 為什麼會做這東西 還有就是那個 就要訓到DataFriend的歷程 然後還有就是Puppy的簡介 如果去使用它 然後有哪些功能 會先做個簡單的demo 然後再講一些進階的功能 再做一些demo 再跟大家做個結論 好 那就講我開發這東西的動機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TapMax是一個廣告平台 那所以講廣告我們就講成效 成效要看成效報表 所以就是報表就要去從很多的Raw Log 變成報表格式 那其實因為廣告的話 就是會有很大量的Raw Log 那如果你直接從Raw Log去做報表 query的話會非常非常非常慢 所以常見的做法就是說 你要把Raw Log 可能每個小時或是每一天 把它變成一個Aggregated的一個Data 然後看報表的時候 可能就說我要看拉一天的Report 或是說拉一個時間區間的Report 然後並且根據我想看的那幾個Dimension 比如說可能想要看某個廣告 或是某個廣告組 或是某一個Domain下面的一些資訊 而且可能是MultiDimension的某些數據 比如說點擊或是曝光 或是點擊率或是轉換率之類的 所以說我相信各位在座的各位 應該蠻多人做過類似的東西 就是要做報表 那所以這就會有一個常見的一個Term 就是Olab 或是說裡面就有介紹一個叫Olab Cube Cube就是在講說你如何去把一些Raw Log 變成很多MultiDimension的一些Data 然後再從這個Aggregate好的資料 再去做進一步的Interactive Query 可以增加很多的速度 所以下面這張圖就是大概的一個 這種Pypevine的一個概念 就是inject到Raw Log Raw Log去做Batch的Aggregation 然後變成Aggregate Data就是Cube 之後做Interactive Query 那如果我們是只有一個DataBase的話 那要怎麼做呢 就是說我們可能把我們Raw Log 全部把它寫到一個叫Raw Log Table 裡面有包含這個Event發生的時候 所有的資訊 然後一個小時去做一個Batch Aggregation 那這個Aggregation可能就長得 像下面這個SQL的樣子 就是我可能select 然後from一個Raw Log Table 然後再匯一個時間去 如果是一個小時的話 就是包一個小時的一個Range 然後group by 可能group by時間 然後再group by我想要 我care的所有Dimension 比如說廣告組 廣告活動啊或是素材啊 domain啊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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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只有Aggregation出來之後 再把它select出來 然後再把它insert到另外一個Table 那就是Cube的那個Table 之後呢我就可以證據 這個CubeTable 我再針對某一個時間區間去做Query 所以是RDBMS的一條龍的做法 但是RDBMS的話 當做到說更大量的資料 像昨天那個電子報 他們就會遇到這種問題 就是說 欸我一直寫寫寫寫寫 如果資料量很大的時候 它就沒辦法寫那麼快 所以他們後來選那個DynamoDB 那所以說事實上RDBMS 是不太適合Log Injection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說 比如說一般的Diabase的話 就是說 你一直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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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爾還要去review那個Diabase 因為你可能會有Fragmentation 然後或是說 因為你要建Index 有可能效能下降 然後你要Consistent 你要什麼什麼的東西 導致說 它事實上不是那麼適合純寫 當然我知道RDBMS 是一個很General Purpose 很萬用的 但是其實有些domain 不是他就是當量大到一種 或者是什麼我們講的BitData 這個就不適合它 所以更適合的可能是DFS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但是就像HDFS就是一种概念 但是HDFS都是比较适合append only的环境 另外就有发展出像Cassandra或HBase这种Diabase 它是就很适合Insert 因为它其实底层是有这种SS Table这种概念 或是Immutable概念 然后定时再去Merge Compact Cutback 所以说相对于DFS的话 它是很适合 它也是可以Insert 那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 就是说你可以Rawbase的 可以Select一个Item 或是Update 可以修改 或可以Delete 或是Partition Scan 所以这些东西是在DFS没办法做到的 所以说在大数据就会渐渐会衍生出这种架构 所以回到刚刚那张图 Injection 它可能不是写到RDBMS的 它是写到DFS 或是像Cassandra这种Diastore 然后再去Batch Eggregation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 然后再回到RDBMS 因为RDBMS它可以建立Index 然后Query可以很快 所以Internet Query的话还是RDBMS的想象 这也是我们目前来讲的主要的Data Pipeline 那这是什么概念 算存分离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Turn 有些一定没有 因为是我自己发明的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大家可能听过读写分离 读写分离就是说 因为可能不同的使用情境 比如说写的部分 以为了Consistent 我可能会写它一台Data Pipeline 读的时候可以很多台去读 可以增加那个效率 而且也就是说 不会因为写要去Sync 而导致一些Synchronization的问题 但是到大数据之后 其实今天发现很多东西就是长这样子 像Hadoop 有人说我用Hadoop 我常常就问那你用Hadoop什么 因为Hadoop各位知道这有哪些东西 有人知道吗 其实Hadoop其实有三个大的部分 一个是HDFS 一个叫做Hadoop May Reduce 还有一个叫Yang 它分别代表的是HDFS就是Storage 然后Hadoop MR就是Computation 那另外一个东西叫做Yang 就是Resource Manager 它可以管理 就是说我那么多还know的 然后的Resource 怎么要去location 那算存分离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其实你在想说 传统的Data Base 都是一个算存在一起的 我寄存资料 也做SQL Query 那事实上SQL Query 它是一个非常 就是说它做得非常好 然后因为它的资料在一起 它所以说很有效率 但是资料量大到这种非常大深度的时候 事实上之后非常的困难 它就要去做很多台 比如说Clustering Clustering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备份 第二个时候你的Hash Key 你的Shark Key要怎么定 再来说你的每个节点 你到底是scale 是为了资料去scale 还是为了computation去做scale 因为其实这两个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computation 有些时候我的应用就是说 忽然就想要大量的 就是大量查询 就少过所有资料 所以我要开很多台机器去做computation 可是有些时候 我又想要存非常大的资料 比如说我也想要存历史 我所有的rawlog 像我们的rawlog 是全部存在一起 就是没有去删的 因为我们都写它 就是我们放在brow storage 所以其实那个 如果你把资料库 你要去存两T的资料 你会觉得哇好大喔 2T 其实可是你会想说 我硬碟2T 里面塞了一大堆 有用的资料 其实你们也在做大数据 因为你们资料量也蛮大的 就存了一大堆影片都很大 事实上 其实存东西是很容易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Database 或者是Storage 跟convolution放在一起呢 当到大数据之后 就会有这个算存分离 这种概念出来 好 既然算存分离 那我们Aggression是什么 是算 所以 好 既然是存在 比如说S3 HDMS Brow Storage 那Aggression谁来 那就自己来 再回顾一下刚刚这东西 要怎么做 那我们就想到一些选择啦 刚刚就讲到一个 Hadoop MR 要Reduce Hadoop 1.0 你只要放在一起 Hadoop 2.0 把MR这东西抽出来 它就是专门去做算的部分 那Hive就是一个非常有 就背上比如说 Made Reduce的一个framework 它也是可以去做一些 就是schema-based aggregation 那其他下面也可以包Spark 或是像Test之类的 那像Spark SQL 其实Spark就很像是R2MR 它就是专门去做computation 事实上Spark没有去做HDFS 所以说 你就想说 其实Spark就是要取代 Hadoop MR的部分 而且事实上 它是又更灵活一点 那Spark上面就有一个Spark SQL 就很像是Hive LS MR上面又有一个Hive 这样的概念 那你也可能用Impara 就是说它可能不是 based on一个 general purpose的 一个computation engine 它是一个 自己stand alone 一个Impara的cluster 所以你有可能有这些solution 但这些东西都有以下的缺点 其实它们都是为了cluster设计 其实也对 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大数据 那你要cluster 但是你要cluster就很heavy 我相信各位如果用过就知道说 其实你要用这些技术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都是要 它是一个重兵器 它要过多independency 如果你要写 比如如果有写Hadoop Made Reduce 或是写Spark 就知道说 你要光是那个dependency 就是说我要一个Spark的core 就要100多Mb 就全部包进来 超级肥 但是你可以去把它 把它build的时候 把它exclude掉 但是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肥的东西 然后通常这些东西 都是对HDFS的compatibility 是比较好 但是对于其他的就不适合 像我们用Cassandra 那我们那时候用Spark的connector 大家说 你用Spark可以用Cassandra connector 可是我们用的就觉得很不习惯 其实他们本质上都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们自己去连的话 自己用driver去连的话 其实可以有一个share connection pool 但是像这种functional的东西的话 就要share nothing 所以他每一次都要去重新建那个connection 大概可能会有一些solution 那我不知道 但是其实他们 我觉得如果说你要用这些东西的话 你还是放在HDFS compatible的一些 data source会比较好 再来是job启动速度慢 因为其实你 除非你事先allocate好 然后就跑很久 但是这样子就等于占了很多资源在那边 但是如果你每次要用的时候 在allocate就会慢 所以说可能你随便一个job启动 都要几秒钟才可以开始跑 然后如果你有写hive的话 你很多东西 没办法用现成的语法 现成的function去解决你的问题 你要写UDF跟UDF 学习门槛就很高啦 然后你另外你说 我还要有一个团队专门去帮你去 去维育那些cluster H-levels cluster 你要做H-based 然后你要再弄个什么rookkeeper 然后是什么cluster 然后就变得非常难违运 因此这些东西都是对大数据很好的solution 但是可能我们都是什么 中数据 那中数据的solution 这我又定了另外一个名词叫中数据 其实我觉得大数据这东西有点被过度的 其实大家都不需要那么大的数据 可能大家都是中数据 其实中数据来讲 我也很建议大家就是说你还是要一定有一个RDBMS 但或多或少会有一些rook的需求 各位可能自己的公司应该有很多东西想要收集 但是你又收集说Database长那么大 又超级肥 然后很难maintain 然后又很难备份 事实上你们应该去想说 你们应该是中数据 那中数据的话我的定义就是说 一天会新增大概1G到1T的 uncompressed data 因为我特别讲uncompressed data 是因为其实大家讲都讲不明确 压缩跟没压缩其实差很多 可能就差10倍 那我做个简单假设说 假设你一笔Record大概是1K 就是一个Record是1K size 那你1T的资料可以放10亿笔的资料 假设你一个CPU一个Core 一秒钟可以处理 一万笔资料的话 你适合一天可以处理多少 大概4.56亿笔资料 大不大?很大 但是一台机器就搞定 或许你不需要大数据 或许你不需要Hadoop 所以其实一台机器就绰绰有余 更何况我刚才讲的是4盒 你可以scale up 现在云端Solution 随便都可以给它开到16盒 64盒 往上开都没问题 但我不是说scale up不好 但是scale up是很 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更何况你就开很多可以很强大的机器做算存分离 因为你算白就是我这一台算这个月的 那一台算上个月的 其实有很多手路选的 单程序跑的手路选可以减少很多overhead 像刚才讲的collection stream就是一个例子 然后单程序跑的手路选也好写好debug 因为你要写Hadoop你要写Spark 其实都是比较难的 而且比较难debug 因为其实它下面就是一个别床家屋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底层在写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很肥很复杂 你可能要知道很多的knowledge 就是它的门槛是蛮高的 好那我们就自己来写application吧 那因为今天是Java厂嘛 所以说Java 8 其实我觉得Java 8是一个超级棒的版本 因为它多了这个原特色是lambda 还有所谓的三神器 或者是讲Java 8三神器 第一个是Stream 第二个Option 第三个Computer的Future 那跟我们有关是什么 是JavaStream 我做个简单统计的时候 有用JavaStream的举手 大概三四成 其实它不错 其实我觉得JavaStream是一个非常非常棒 就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东西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function 因为其实在Java 8就是一个lambda 就是一个function的概念 就是你可以把function当参数 就是可以把function当作first class的参数 传进你的function 那所以说JavaStream是个functional的reality programming 其实早上那个Water那一场 其实它也大概介绍reality的这个概念 那JavaStream其实也算是一个reality programming的一个library 那它是一个pipeline style 就是说音符透过一站一站 就很像pipeline是什么 就是工厂的产线 你可能就第一站 我做什么事情 第二站做什么 第三站做什么事情 所以它就很像产线 你就一层一层去做一些transformation 然后因为它是streaming style 所以说它是memory 它不是所有都漏到memory再去做 而是说一个一个去处理 就像产线一样 它是一个pull model 就是早上也有讲 就是说有push pull 那pull model的话就是说有需要之后才去拉进来 然后并且一站一站去处理 最后拗不出来 那stream的话就有这些map frame map 就像pick这些东西 那最后for each call下去之后 就会一笔一笔资料就位进来了 这是javascript的概念 那要做aggregation呢 那我们要先了解一下seql 大家很喜欢 应该大家都会下seql 这些东西的顺序是什么 如果你要自己去写一个seql的话 你要怎么写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第一个是什么 一定是从资料拉出来嘛 所以说虽然seql这样写 但是事实上第一个是from 你要先把资料拉出来 所以说下面左边第一个就是from 然后from资料拉出来的时候 就要做一个where 你要去开始做一些过滤 所以事实上就是在做一个什么 就是day range的filter 就把它filter掉 或者是有些叫predicate 就是说它是不是符合你的条件 之后再去做group by group by跟aggregation其实就是成对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是group by 某些东西就是很像说 我把哪些东西分成一类 再去把哪些东西把它加动起来 或是说去做一些组合 举个例子来讲 就比如说我们在做pook牌 我们去看每个花色的数量多少 你会怎么做 你就先把同个花色把它放在一堆一堆一堆 然后最后你要算质量怎么样 就把它加总起来 就是group by就是在做分堆概念 那aggregation就是在做上的动作 所以说如果你自己去写的话 就大概长这样子 就是下面这个 pipeline就是大概长的下面这样子 所以说那我们就叫strim来做aggregation 那怎么写 我相信有些人可能有写过 但是其实是蛮进阶的技巧 就是说也是一样有个front 就是说你可以 可能从一个collator 转成strim 或是从一个iterator过来 然后再去做builder 就是where 然后再去collect groove by aggregation 我就写一个collet 然后写一个collator 然后groove in by 然后这个 我写一个mapper 写了reducer 然后mapper是长这样子 mapper是什么 把哪些东西当key 就有哪些dimension 然后reducer是什么 你就写 那我就写一个collator 里面就是off 里面有supplier 有accumulator 有combiner 所以可能有characteristic 或是feralizer之类的 哇 这什么东西啊 我到底在讲什么 因为其实我刚刚讲 那么快的原因 是因为你根本不需要懂 所以 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回到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要做类似sequel的东西 并不是很单纯的把一个list 然后去算count的 或是把它sum up 而是说 我有可能有很多dimension 我有可能很多matrix 所以说这种情境 事实上 对jarstring来讲 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 再来是不太好用的平行处理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jarstring的平行 jarstring可以平行 对不对 但是应该很少人用吧 他平行怎么呼叫 点parallel 没了 你也不知道有几个thread 那你也知道怎么平行的 也不知道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我知道怎么切的 你怎么帮我平行的 我觉得好神奇 magic 事实上 你要去深入了解 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他不是那么好用的平行处理 虽然他可以平行 但是不太好用 这是我自己对他的comment 那再来说 你的collector 确实可以去做group by 确实可以去做aggregation 但是对于多matrix 多dimension 这种aggregation 是很麻烦的 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想要column base 就是想说 那能不能够把我们的物件 去做一些类似SQL的操作 因此我们就开发了puppy Diaframe如果说你们有用R 或是有用Python 或是你用Spark 跟T或是字 就是Diaframe Diaframe 其实就是一个column base的格式 那其实简单讲就是一个schema 然后 其实就像个table 就是Diabase的table 你可以把它做类似RDBMS 相关的操作 select from where group by order by distinct那些东西 就是 就是这些操作 那除此之外呢 因为Diaframe的话大概是长这样子 但是puppy还有以下特色 它是一个string base 就像JavaString一样 它也是string base 所以你有那些好处就是说 你也是memory throughprint 比较少 你也可以平行之类的 而且就是 我也可以支援user-defined function user-defined aggregation function 重点是light-weight 它是一个非常轻量级的一个library 其实就是schema版本的JavaStream 所以puppy大概长这样子 from 我刚才讲from 就是diaframe.from 你的input可能是一个iterable iterable就是 比如说你的一个list 是一个iterable 那你也可以自己写一个iterable iterable是什么 iterable就是可以产生一个 这个iterable的物件 的interface 所以说你就可以去写一个iterable 然后定义它的type 为什么要定义type 因为我可以在type type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定义schema的方法 然后你呢 接下来我就可以做filter 就是刚才的where 我就可以对time range做query 但是我可以group by 因为我可能 因为我的这个project裡面 可能定了三个 可能定了 比如说六个property 那我可能group by 这三个property 然后再aggregate by 另外三个property 并且对它去做上 最后再把它印出来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你就想说 我刚刚那个sequel就是 诶 我再这样就做完了 不用再去另外写collect 一定要去做很多事情的 不用去写mapper 不用写reducer 就是这样就做完了 并且最后把iterate出来 就像你在操作java string一样 所以puppy就会 就整个pipeline 其实跟string很像 就是也是有分input operation output 然后早上那一场就讲了 就是有 就像sauce flow 最后叫什么sync 还是 就是 其实都大概 同样概念 你看spark也是 都是sauce 那个transformation sync 所以同样概念 那它的ebo 我们先介绍ebo ebo ebo可以什么 可以从iterable进来 像是list 或是你自己写一个 whatever的一个 比如说你写一个file 读档 一行一行 那你可以做成一个iterable 或是你也可以去摆data source 我可以自己定一个更 就是说更specific的功能的 一个data source 那就像下面这个定义 其实它跟iterable很像 就是 像get partition 就是取得一个iterable iterator 然后你可以跟它讲说 有多少partition count 然后这个主要是为了等一下 我讲了一个平行的概念 就是说 你用partition 当作一个平行的单位 然后你可以get column 就是你的schema的type 跟get 就是说你要把每一个cell 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个data raw的每一个 栏位把它拉出来这样子 这样就定了一个data source 那output呢 output的话就是 跟string一样 你可以用iterator 或是for each的方法 去 去导入里面的资料 你也可以叫to list 或to map to list的话就是 如果说我要另外定一个 就是也是一样这个 podule 然后你就可以 大家就根据叫它bin 的convention 去set的进去 那你当然也可以定自己的datasync 就是最low level的格式 所以sync start 或是sync complete 就有一个callback partition start 跟partition complete 也有一个callback 然后每个raw 过来的话 也有一个callback 那operation呢 就有这些东西 就是有projection project filter aggregation groupby distinct 分别介绍一下 假设我有这个project 那我可以对它去做projection 就是select xxx from student 那就长这样子 很简单吧 很简单吧 然后filter 长这样子 就是 它这是一个datasync 然后你可以get a integer 就跟那个results 很像 可以去取得某一个column 然后去取得 大于170 那我也可以对它去做 aggregation 就长这样子 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里面是每一个就是一个栏位 你这边可以像是alias s 那我可以对它去做count的或average long 或是什么的 然后salt 那也可以做salt distinct 你也可以说select distinct 这些东西我也去对它去操作 好 那我先做个简单的demo 好 应该可以好 好 那我这边就是像刚刚一样 我有订个posure 就是有select getter 然后呢 我就是这边 我有一个arraylist arraylist本身就是一个iterable 然后可能塞四个student进来 那我想要对它做类似西区的query 那假设我对它做data frame from 然后最后是print print就是一个output 我就把它印出来 所以我去跑它 那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种 就是query 就是select signal from student 那种概念 那我下面一个print出来 所以说我就把它印出来 那接下来我可能对某些栏位有兴趣 假设我要对它做posure 就类似select grade room width height 那我想要对它去做一个select 某一些东西 这个就叫projection 那我就很容易去把它query出来 那接下来我可能会想要做一个aggregation 我想要看是说 就是总体来讲 就是所有的资料里面 就是总有几笔资料 然后平均的体重 跟平均的身高是什么 那也是一样 其实跟java string的用法很像 所以说我这边就算出 平均的体重是这样子 平均的身高是这样子 那印出来这样子 那我可能要group by 因为我可能不是想要看所有的资料 我只是想group by某些东西 比如说我就group 我可以group by grade 跟root 就是几年几班 然后看它的平均身高跟体重 那所以这样输出 就是看五年四班有两笔资料 对不对 然后它的数量就是两笔一笔一笔 然后平均的体重跟平均的身高 所以说你很容易的把你的一个array 去做这种application 然后当然我可以做sort 那sort的话比如说 sort我可能 因为像如果sort我来讲 我可以定很多的sort color 那我就先sort the weight 那weight一样的话 再是sort height 那最后结果应该是什么 60、70、70 对不对 然后身高再根据同个weight的 再去做排序 60、70、70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 同身高 同体重的话 再以身高去排序 那当然说你也可以去 比如说降续升序都可以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做 比如类似distinct distinct distinct要怎么弄会比较好 比如说distinct grade room 好了 打错字了 所以你也可以做类似select distinct的动作 那当然你也可以写 print是我直接印出来的 那我可能比较有兴趣的是 把它写到某一个变数当中 可能是说我把它写到 这个student report里面 那student report的话是长这样子 它就是想要 也有点像是我们一般的report 那我想要看它的平均升高体重 几年几半的平均升高体重 那它当然也是follow JaraBeans的convention 然后最后把这个report印出来 那我就刚刚那个原本是print出来 然后我现在是把array list 再把它print出来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其实我原本很复杂 要自己写collector那一段 我变成是用这种方法 而且事实上是用我相对比较熟悉的方法 去做一些类似secure的操作 那刚介绍的是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操作 那当然说那我在写 比如我还是可以用hive hive就要写UDF 如果说有些function 你没办法复合你的功能 比如说最简单来讲 我要就是比如说room好了 我先把原本是数字的8 讲一遍字串 前面加了room的prefix 那像这种alias的话 就要怎么做 你可能要写user-define function 那其实很简单 其实Jara8原本就有一个 类似一个UDF的东西 叫做function function就是input 一个output 这样子 所以你只要这边 就是写一个function的LAN档 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input 然后把这个input 出来 output就是字串相加 然后在alias到r 这样子 那user-define aggregation function呢 其实我刚刚讲说 collection是一个很难写的东西 但是其实aggregation 就是要写collection 其实collection的概念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其实collection这个interface 其实在很多各式各样的 比如说资料图片来讲的话 collector的东西都长很像 包含Hadoop的Reduce 应该说Hadoop的Reduce 或是Spark 可能也有类似的东西 包含是写资料库 如果资料库有提供写UTF的话 都有类似的东西 或者说我们在讲大数据的话 我们会讲Stream的演算法 其实这东西都在collector里面 都有看得到类似的东西 就是说 它会把你的aggregation 会分成好几部分 第一个就是 你可能要去做一个 你要先把你的 引力的value把它拉出来 就是引力的一个 就是初始值 假设加把的话 你的初始值就是0 第二步是什么 把你的资料 要map到 把你的初始值 加上一笔Denar 一笔Denar 我把它加进来 那叫accumulator 那为了平行 因为其实我们最终 是为了要平行 所以说你可以平行 只有好多的accumulator去跑 跑起来知道怎么样 我要把很多的accumulator 把它combine起來 就叫combiner 那我最后假设 我要算平均值 或者说有些东西要最后算 比如说如果要算平均的话 我可能要把上 出con 那就finalize 把它做掉 所以说其实 你做完collector 事实上就做完这个UDF 所以我这边的collector 就直接用 那个aggression function 就直接用 Java 8的collector 所以说 你可以用现有的 Java 8有提供 比如说它有提供 比如说 最基本的count 上 或是说 有些是 還有一些summarize 或是有些时候 你想要做distinct count 你可以自己写 比如说 hyperlogic collector 自己写 或是我要算百分位 Medium 这东西 其实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它没有办法很简单 去做aggression 但是你可以用一些很特殊的演算法 但是它可能不是百分百正确 但是它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所以你也可以去针对你的需求 去做自己的collector 那你只要符合Java 8版本的collector 我就可以在我的Puby裡面去使用它 那再来是平行计算 这也是Puby的一个很大的重点 在大部分这种 比如Hadoop或Spark 其实都很像 就是说 它们平行的单位就是一个 partition partition就是一个 我可以sequential read的一个包装 你可以想到说一个file 可能就像一个partition 我可以平行去读很多档案 但是partition一读的话 就是sequential从头读到位 所以通常partition 是一个平行的单位 那就像我刚刚秀的 那个datasource 可以有很多个partition 透过dataframe.paralln 就来去决定圈的数 所以说我就要加这个东西 就像下面的绳子码 我刚才绳子码里面没有parall 我在中间再加parall 是 我马上变成sequential版本 就是concurrent版本 就马上飞起来 就是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就是加这一行code就可以了 你只要你的partition count 是超过一个 因为你不能说你partition 只有一个 那你当然没办法平行 你要partition很多个 所以你很快就可以做平行化了 那这边 就是Puby还有 就是说 TD的概念是Execution Contest 在描述说 他到底是怎么做的 就是Puby的底层 如果去做multi-stread 就当你呼加是paralln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Execution Context 因为Execution Context 里面就是一个stread pool 然后呢 里面就是我n 就是有n个stread 就是如果说你有写 multi-stread程式的话 你可能用一个Execution Context 你可能用一个Execution Context 比如说 Nufix的stread pool 这种东西 就产生一个stread pool 然后呢 你有m个partition 就是你的data source 你没有定义 假设我有20个档案 我有20个partition 这时候就是说 你通常m要大于等于n 不然你开那么多stread 干嘛 就是就像你银行里面 就是客人 客人比那个行业少 那很怪 所以说m大于等于n 通常m大于等于n 然后最后你在互交for each iterator的时候 最后还是会回到corderstread 因为这样子比较符合 使用情境会比较简单一点 那 再来就是说 如果你是用 你最后挂的是datasync 的话 他直接用walkerstread去callback 那大部分情况 你是不会去互交paralln 的 因为其实平行来讲 就是说 除非你一开始就是把data source 这多的partition 骗你 你想要平行 但如果说你没有去call parallel的话 预设来讲就是不平行版本 这就不会产生任何stread 你直接用corderstread去做出路 好 但是你每次互交equation 或sort或distinct 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都有一些特色 就是说 他必须要等到说 我只要读完之后 我才知道 后续要怎么去输出 比如sort 你不能说我边sort 我边sort 我边输出 因为你都还没看到最后一笔 你怎么知道最后一笔 所以不是第一笔 对不对 所以说像aggression也是 你都没有看到最后一笔 你都不知道看了多少 所以说像这种东西 其实在hadoop 或是spark 其实都有类似的概念 就是说 hadoop有分mapper base 跟reducer base 然后reducer完之后 才可以做下次mapper 因为前面的资料 再打后面的资料 那spark有很多的 stage 其实都是类似的概念 它是一个 stage 或是一个工作阶段 那这边就是大概讲一下 就是说那个执行环境 然后我这边再做个demo 那这个demo是 我用poppy 写的一个小工具 这个 这tool是什么 就是说 它是可以把一个 unstructured data 转成一个csd 就是structured data 用regural expression 其实就很像sedoawk 做的事情 只是说我是用 因为regural expression 是拿来去做 有点像filter 但是有些时候 regural expression 有些东西叫group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就是说 我match 虽然match到这一段 但是我可能想要capture 某些部分的资料 你去想说 我在做assesslob 我在分析assesslob 我常常会需要 我要知道是scode 就是status code 可能是200还是300 301还是404 500 这样子 我看你的系统 有没有挂掉 那你有可能说 在后面再加入 我要去capture 比如说 比如说 UIL 或Domain Name 之类的 常常我会去分析多个 但是你用grab 你用awsed 就不太容易 所以我就用poppy 这个东西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这边 给大家一个demo 可以看到 那这是我的工作目录 然后 我的资料放在这边 可以看到有四个档案 分别就是1234 里面实际上是assesslob 那 其实档案就是大概 340mm 但是解答说出来 就是几 也是有1.8g 然后我去看一下里面 nano 他虽然是json 但其实一般来讲 是一个uncharger 就是如果预设来讲 那假设 我要去对他去做一些规约画 那我要去对他做regular expression 那我刚 我为了方便 我先把他call到这个网站 那这个是一个 regular expression的测试网站 那我可能会写一个regular expression 大概是长的是这样子 那我想要取得是什么 Status code 那蓝色的部分到绿色的部分 就是如果说 regular expression match到这一段 但是我想要capture 是200这个阻值 所以这一段的话 我在这边测试 确实我可以抓到这个 这个资料 然后就可以用 比如说pq r 然后 因为我要scode 对 然后再把我刚刚比如说 1.gc 我就capture出来 对 那假设 因为我们机器 可能有多台 因为我们 比如用lowbalancer 后面可能接很多台 那我可能要capture的是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说 诶是哪一台 特别不稳 所以说我看 诶是不是 哪一个hostname 所以一样 蓝色的部分 是match的部分 那绿色跟红色 就是我想capture 那些group 对不对 group就是用我这个 这个语法 其实就是一个 这个group 然后如果是 加问号 然后缴括号 这个东西 可以定义groupnet 那也是一样 我就把这个东西 再加进来 pq 然后这时候我要scode 跟hostname 然后我可能就 用所有的档案 就是1234都会进来 所以这时候 就看到 诶 后面就有这个 那个selecode 跟hostname 诶 诶怎么是同一台 因为其实我是用sequential 我没有加平行 所以说 你一定是第一个档案 读完之后 才会读第二个档案 所以说 如果我带平行的话 dashp2 就是代表说 我用两个strade去跑 两个strade 你看就交替了 有没有 事实上我就 诶很快就做平行版本 然后再来说 假设 像我刚刚讲 我是想要知道说 诶 哪一个selecode的数量 大概多少 所以说 可能会做一个 我这边有做group group by s-code 然后 就对说 檔案去做 query 那 这总共差不多有大概 一两百万笔资料啦 但是事实上 其实也没有花很久 我这边再 再看好了 就是差不多花个 四秒 四五秒钟吧 我记得 小七秒钟 那就是没有平行版本的七秒钟 但如果说 我加平行版本的话 你看这边 7跟7.9很接近 就代表说 所以说事实上来讲 就是 跑的时间跟 这两个很接近代表说 我没有平行嘛 所以说 其实没有用到平行的改变 但是我这边的话 就是有平行版本 所以就 就 就这两个是大概 差不多两倍 这平行版本 那事实上来讲 觉得 其实这个功能 其实还不错 就是说 很像 可以解决我们一些问题 但是事实上来讲 经过Pu 经过Pu 来讲 事实上 其实它程式码没有很复杂 其实大部分的code 就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一百多行 但真的跟Pu 大部分都在处理 input的那些参数 真的跟DataFrame有关就是这样子 其实没有几行 那 比较特别就是说 你要自己去订你的DataSource 那其实就是RegularExpression的一些 一些 一些 充值 就是 你就写一个DataSource 然后Get Partition 然后取得 这个Partition之后 之后再用这个Mature 去Get 那个Group 就这样子而已 它就是 大概总共两百多行而已 然后可能一百多行都在做 自传 那个 参数处理 所以这个也是有Open Source出来 就是TemEx 寫先PQ 如果说 各位想要写PQ程式的话 可以拿这个来 来改 所以说 我刚才Demo了一下 就是说 PQ的Aggregation 还有 其实很大的资料量 其实也是几百万笔 但是其实几秒钟就跑完了 代表说 其实 资料库你说一秒钟跑一两万笔 其实你们会觉得很多 但是事实上来讲 对档案来讲 是处理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 那最后就是 剩几分钟 那最后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然后 我先讲一下Puppy 这个Library的Limitation 当然是 它不支援分散室 因为Spark Hatoop就是分散室 但是其实我觉得 有个很甜蜜的点 就是Single Process Multi-Trade 因为一个process 需要Memory 需要Resource 这些东西 可以需要Connection Pool 所以它的效能可以很快 但是搭配到Multi-Trade 所以说 我在Scale Up的时候 因为很多个CPU 我还是可以用到那些Resource 但是目前没有做Join 有没有想做 但是还没有做就对了 然后没有Union 没有SubQuery 这目前的限制 但是不是代表说 之后不能做 之后现在没有 然后再来是Hash-Based Aggregation 因为目前来讲 像刚刚Groobby 那些Turn 那些Column 如果你的Colignity 非常高的话 比如说 什么叫Colignity 比如说Gender 男跟女 就是二 但是如果说 如果家有一个叫City City 台灣的City 可能就二十几个 那如果说你的Colignity Groobby的东西很多 它会全部进Memory 就像Hash Table 一样 全部进Memory 所以说它就是会爆掉 但是Hadoop或Spark 它在底层去做Shuffle 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就是说它有类似 这种SoftBased Aggregation 所以当你的Colignity 非常高 比如说你想要对人群 做一些分析 这些人的轨迹 然后去做一些 Aggregation的话 那还是要回到Spark 这种Framwork 然后最后做结论 就是说 Jocelyn就是Columbass的需求 Jocelyn就是对这种需求不太适合 那Dirafram library的话 就提供一个Columbass的处理资料方法 然后并且可以支援平行 来处理大量的资料 但又非常Liveware 我这边特别强调 Liveware大概差不多 Liveware差不多 100多K 但是Spark是100多M 所以真的差了1000倍 但是其实我某些方面来讲 已经可以够用一些 我觉得我够用的一些feature 并且钻写不同dataset 可以很轻松的钻写 就接各种来源 你也可以接HDFS 可以接Database 可以接File 可以接Q 你也可以做Stream-based的 你也可以做Batch的 因为 如果你没有做Aggregation的话 事实上就是Stream-based 比如说我刚刚如果说PQ 前面是用Cat 然后Pipe到PQ 去取得S-code 那个是可以Stream-in 然后最后是一些Reference 这Project side 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 有一些User Manual 有一些简介 JavaDoc 然后顺便自我推销一下 就是说 这个是之前写一篇文章 也有贴到 台湾Java User Group 就是说Multi-Tread 一些基本知识 如果你有写Multi-Tread 可以看一下 好PQ 很简单的干凌程式机 我也觉得 其实也算不错用的一个工具 那 这个是Open Source 所以你觉得不错的话 也帮忙打个信心 对 好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